我把它完美脫殼 切成長方形超復古的 快試試看吧 上次分享之後被敲碗敲爆 800多個留言的日式布丁 好多人問沒有烤箱怎麼辦 來喔!存起來 用平底鍋教你做 給我一個愛心馬上傳授給你 今天做偏硬的糟和布丁比例吧 先來做焦糖之後 用原鍋倒入牛奶煮溫溫的 不能沸騰喔 雞蛋、砂糖攪散之後倒入牛奶攪拌 攪拌攪拌攪拌 過篩一兩次就可以倒入容器啦 用鋁箔紙包好之後 準備一個深一點的平底鍋 倒入沸騰的水 放入餐精子 布丁放進去 蓋鍋 小火15分鐘 平火燜著15分鐘 放涼之後 進冰箱 冰到隔天 這樣就完成啦 是不是超簡單 OMG 完美脫殼 切成長方形超復古的 就是這個硬度 快試試看吧 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 在你這裏 看一下 我看更多有趣以來 我看更多有趣的 然後給你